拜堂结束 礼堂之中一事响起了众人的庆贺声 而叶辰与玄血新也在侍女们的簇拥之下进入了洞房 啪哒一声房门关闭 原本喧闹的苍玄斧似乎在倾客间安静了下来 两人仿佛来到了一个只有他们存在的异世界 叶辰看着坐在床上今日显得尤为闲静的玄血新 竟是感到了一阵局促 他不由地对玄寒玉问道 玄仙泽 我现在要怎么做 玄寒玉有些无语地道 小子 你成亲问我做什么 说吧 竟是不再理会叶辰 叶辰挠了挠头 轻咳了一声道 血新姑娘 摘下盖头吧 这里已经没人了 我们的交易也差不多完成了 没必要再继续装下去了 可这时 玄血新却是开口道 叶辰 虽然只是逢场作戏 是假的 但对于我来说 这却是一生仅有一次的婚礼 我希望 你能替我掀开盖头 叶辰闻言不禁有些傻了 心跳也逐渐加速 他缓缓地走到床边 轻轻地将玄血新头上的盖头掀起 一张难以言喻的绝世容颜 跃入我眼帘 即便是身边美女如云的叶辰 都不禁为之惊艳 甚至心脏都是瞬间停顿了一拍 玄血新翘脸泛起一阵红霞 微低着头道 好看吗 叶辰有些呆呆地点头道 好看 玄血新美眸之中闪过了一抹喜色 嘴角也扬起了一抹笑意 他微微地抬起了头 目光闪烁着看着叶辰 两人之间的气氛逐渐暧昧了起来 叶辰的眼神愈发炽热起来 他深吸了一口气 猛然站起身 开口道 如昨夜一般 谢新姑娘 你睡床上 我自行修行 说着就要朝远离大床的角落走去 可就在叶辰即将迈步的瞬间 一只温热的束手却是猛然牵住了他的衣角 身后响起了一个细弱文银般 却极为动听的女声道 你 你是不是忘了完整的婚礼 还有一个步骤 叶辰文言浑身一震 猛地转过身了 目光无比滚烫地凝视着坐在床边的玄血新 你说什么 玄血新脸颊飞红摇摇头 没什么 还是如昨天一样 房中的烛火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阴红的烛油自烛身之上滑落 在火光的映衬下愈发凄美娇艳 第二日一早 叶辰便在玄血新带领下来到了一座气象庄严的宫殿之前 这里名为圣天府 主管圣天城内大小事务 想要加入圣天妖族 叶辰便需要在此处办理手续 有苍玄家的关系 取得圣天妖族的身份并非难事 很快 叶辰便顺利加入了圣天妖族 但与此同时 苍玄家七小姐下架一名外族乾坤净存在之时 也传遍了大街小巷 一时间 几乎是圣天城内的所有人 都在议论着叶辰的来历 但是很快 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 便点燃了整个圣天城 一名白衣少年快步步入了一家酒楼之中 神色兴奋地对着桌上的几名朋友开口道 你们听说叶辰的事了吗 正在喝酒的一名绿衣青年笑道 你的消息太落后了 不就是那个取了玄血心的乾坤净存在吗 关于叶辰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几遍了 我怀疑这叶辰很可能是天玄家的私生子 天玄家乃是主管圣天府的家族 同时也是圣天城之中排名第一的家族 那白衣少年目光闪动有些激动道 不 不是此事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 明日叶辰要参加邀天大典的选拔考核了 什么 众人文言都是面露震惊之色 这叶辰是疯了吗 乾坤净三层天的修为也想参加选拔考核 就算成功通过进入上古战场也是死路一条啊 不过整个圣天城之人对于叶辰明日在考核之上的表现 依然充满了期待 不知道这无比神秘的存在 是否还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此刻 一座氛围有些阴冷的宫殿之中 正有一名英俊青年正绷着脸朝着正殿走去 这名青年正是那玄秦苍 他的面色很不好看 叶辰与玄血心成亲的消息传开之后 他玄秦苍就成为了一个笑柄 不过走着走着 他的嘴角便浮现一抹森然的笑容道 小子 以为自己有些天赋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一个外族废物 也想染指妖天大典 既然你自己找死 可就怪不得我了 很快 玄秦苍便来到了正殿之中 主座之上隐隐坐着一道身影 那身影散发出的气息 虽然极为强盛 但其修为显然是在玄秦苍之下 可诡异的是 无比骄傲的玄秦苍 面对着修为不如自己的存在 竟是表现得极为恭敬 他来到了座前 对着那主座上的身影 身世一礼道 灵贤家玄秦苍 见过圣子大人 那主座上的身影开口道 玄秦苍 你找我有何事 他的声音竟是颇为轻致 玄秦苍道 起报圣子 之所以冒昧前来打扰圣子修行 是因为在下得到消息 有人要玷污妖天大典 什么 那道略显轻致的声音 骤然冷立了下来 玄秦苍天大典 关系我族明白 是谁如此大胆 玄秦苍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道 一个外族乾坤静的小子 处心积虑 与苍玄家七小姐成婚 明日便是要参加 玄秦苍天大典的考核仪式 如若此人都能参加玄秦大典 对我族而言可谓是耻辱 那声音沉寂了片刻后 才重新开口道 玄秦苍 乾坤静有如何 只要他能通过考核 便有资格参加大典 算什么我族耻辱 玄秦苍文言却是缓缓抬头 面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道 可是圣子大人如果我说 此人拥有人族血统呢 此言一出 整个大典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 玄秦苍瞳孔微缩 有些震撼地看着那主作之上的身影 此刻他的灵魂深处竟是感到一阵冰冷 虽然这位圣子如今的实力还不如他 但却已经能够令他感觉到危险的气息了 他知道这种感觉来自于血脉上的压制 玄秦苍身为圣天妖族的顶级妖孽之一 血脉之力已经极为强大 可依然被实力不如自己的存在所压制 可见这圣子的天妖血脉恐怖到了何等层次 那轻质的声音再次响起 但这一次却是散发出了无尽的威烟道 此话可当真 圈秦苍宁声道 千真万诀 阴影一颤 只见那主作之上的身影 从黑暗之中走了出来 韩声道 当年我族仙贤 便是因为那些卑鄙的人类而牺牲的 如今这上古战场 乃是仙贤们安息的圣地 如何能够让那拥有肮脏血脉之人 玷污仙贤们长眠之地呢 此刻出现在主作之前的 竟是一名黑发黑眸 无比俊秀 却又显得异常妖异的少年 最为特别的是 这少年的眉心处生着一道印记 若是叶臣在此 一定会无比的震撼 这道印记 竟是与天妖印记 颇为相似 弦秦苍文言面线喜色道 圣子大人 所言极是 他在苍玄家 被旋路员逼退之后 便开始调查叶臣底细 很快他便查到叶臣 在外面那座圣天城之中的 种种事迹 如今 叶臣的天妖血脉 已经极其强大 刻意催动下 其妖气足以掩盖人族气息 其他人最多觉得 他的血脉有些脖杂 却不会发现叶臣 拥有人族的气息 可是当日 叶臣出入外界的圣天城时 还没有那么强大的血脉 当时 很多悬崖族人都能感受到 叶臣身上 拥有与人类相似的气息 本来这个发现 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可是偏偏 叶臣在这时候 竟是要参加 妖天大典的考核 妖天大典进行之地 可是上古人族 与妖族的战场 知道此事之后 玄秦苍第一个想到的人 便是圣天妖族的圣子 何为圣子 传说 当玄妖一族的血脉之力 达到一定层次之后 便会在出生之时 拥有一道属于那妖族始祖的印记 而拥有这印记的存在 便被圣天妖族称之为圣子 圣子的身份 在圣天妖族之中无比崇高 也正是因此 即便如今这名圣子 还未真正成长起来 但玄秦苍对他 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敬 圣子不论出身如何 自幼便由圣天府所抚养 接受的教育 自然都是以天妖血脉为尊 以妖族为尊 他自然不可能容忍任何 冒犯了妖族先贤的行为 玄秦苍冷冷一笑 他知道夜晨完了 夜晨的天赋确实很恐怖 但即便再逆天 也绝不可能是 圣天妖族圣子的对手 那名圣子淡淡道 此事我已知悉 退下吧 明日 我会亲自处理此事 玄秦苍大喜道 是 他的目的达到了 第二天 一处极为开阔的广场 四周建立着无数作席 而此刻 作席之上已是人满为患 这里是圣天妖族 进行血脉测试的地方 同样也是 妖天大典的考核之地 今日几乎整个圣天城的城民 都聚集在了这考核之地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 那传说之中的夜晨 便要进行 妖天大典的考核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